那么它的第二个范式呢 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就到了20世纪70年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已经比较充分的发展起来了 就当时苏联哲学的时候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呢又被排除在之外了 而在70年代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充分发展起来了 那么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就开始用新的范式来 开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列举的前面我们讲的一个 克拉科夫斯基的教材 还有一个呢弗兰尼茨基的 马克思主义史的这样一个教材 可以说就构成了第二个范式 构成了第二个范式 那么这个范式和前一个范式的特点呢 和前一个范式相比 它具有两个特点 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讲了就说克拉科夫斯基呢 他在叙述这个西方哲学的传统的时候 他把整个西方的辩证法传统呢 分为两类 一类是目的论的传统 一类是因果性的传统 那么目的论的传统呢 主要是研究这个自然界的规律的 研究自然界的规律 而目的论的是研究人自身的这样一个规律 研究人自身的规律 那么在这两种传统的 通过这两种传统的清理 他就确定马克思的辩证法 是规定为什么 它是属于人文的传统 就说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呢 是为了解决目的论的哲学 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在整个哲学史上呢 有一个它的传统有一个定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特点呢 他们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做了充分的研究 并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 也拿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当中 所以他这个 克拉科夫斯基的这个哲学史的这样一个著作啊 它是分三卷本 分三卷 那么第一卷呢是马克思恩克斯 马克思恩克斯那么作为创始人的这一卷 那么第二卷呢 它叫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全部讲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第三卷呢 除了少量的中国和这个苏联哲学以外 主要是叙述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规范教材规范呢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了 但是呢我们正如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 尽管他们属于东欧的啊 但是呢他们还是属于西方人是欧洲人 所以他们对这个中国 尤其对这个东方社会 尤其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啊 它是缺乏了解的 所以呢他们写的著作呢可以说主要的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视野来写的 以它这个为主线 而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世界历史视角 缺乏一个历史视角 起码来说它没有一个东方的这样一个视角 没有东方的视角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呢 这一本书呢在研究的范式上就吸取了第二种研究范式 也就是说弗兰尼茨基和克拉库夫斯基的 他们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这个著作的这样一个优点 吸取了他们的优点 就是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 为什么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是一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内在的传统和逻辑环节的这样一个演变 而不是仅仅把这个叙述的重点放在这个资料的背景 一本书的资料的背景和一些个别观点的认述上 而是把它一个作为一个重点呢 来认述它的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环节和它自身的这样一个思想演变 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传统的形成和它的这样一个发展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呢同时呢 在这个又克服了它在研究视角上的缺失 也就是说缺失了这样一个东方的视角 所以呢就离土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的品格 从这样一点出发 运用文化哲学的范式来叙述19世纪到20世纪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和西方的发展 在东方和西方的发展 那么这样一个叙述呢 我们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是以问题为中心 去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时代变化 在不同国家的 以及在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发展 又去述它的这样一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实际上呢 当我们以问题为中心的时候 我们它就什么就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是一个范畴 到另外一个范畴的演进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原著导读的时候 你不能说它没有逻辑 也不能说它没有逻辑 它是有逻辑的 但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变成文物主义和历史文物主义 马克思他把它看成是一个 范畴积累的这样一个历史 比方说马克思讲了这个实践范畴 实践概念有些什么内容 那么后面的思想家呢 只能在他这个内容上添加更多的东西 而没有看到他们对马克思实践范畴所做的 不同的说明 就是面对着时代问题不同 做出的说明不同 比方说还有不同的国家的 由于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 那么做出的说明也不同 那么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不同时代 能不能对马克思的范畴的这样一个更新 就是说没有引入这样一个问题的意思 没有引入问题的意思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这样一个书 如果说有逻辑的话 你只看到他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里面 加了什么东西 而没有看到他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里面 变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样的就是马克思哲学 他的发展的不能看到他的时代变化 不能看到时代变化 而以问题为中心呢 刚好就是什么 围绕这个不同时代问题的提出 那么呢 能不能会丢掉马克思实践范畴里面的一些东西 还有再要加进里面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丢掉和加进呢 包含着什么 他一个问题 以个问题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值的变化 这样一个值的变化 所以这是我们教材的一个特点 就充分引进这样一个问题 以问题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范式 来看待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变化 也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他的发展史上会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会有时代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 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于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哲学传统的结合当中 形成不同传统和变化 也就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发展 那么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给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就是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一定要承认它的多元性 那也就是说多元性 就包含什么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同国家的发展 你不能不同学派 就是说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你不能以一种认识论的 真业的标准来判断谁对谁错 而是要把它们放到他们的实践当中 就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和它的实践的对照当中 去发现它的理论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所以你只能用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来对它进行评价 而不能以一种马克思主义 去评价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 来认它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强调 我们讲的这样一个 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世界发展 这两个特点 如果说前一个描述的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时间的发展 那么后面描述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发展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教材啊 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 就成了我们研究这个叙述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我们这部教材的这样一个最突出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由于我们这个教材的这样一个特点 以及它和先前教材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本教材的时候 就要注意阅读 序论和格篇的概论 序论和格篇的概论 就是说首先要从宏观上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这样一个主线 和它的不同的传统 了解它的主线和不同的传统特点 然后在阅读各篇的具体内容 从微观上了解各个哲学家的具体的思想 同时要结合各章后面的思考题和阅读书目 来进一步学习和思考 进一步学习和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在为了就是说 能够使大家对每一章节的学习 有一个问题意识 能够把握每一章的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在每一章都列了有三类 一类是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那么这个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是供理在现有的基础上 为了了解这样一个我们所讲授的内容 然后进一步研究的这样一类书目 是一个带有研究性的 那么第二个是必读书目 必读书目是作为掌握这一门课的 这样一个规范你必须要读的这样一个书目 前面是进一步研究的 那么这个是必读的 最后还有一个思考题 那么思考题就是各章的 这个讲授的这个我们讲授的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引起大家这样一个可以思考的 那么在这个所以我们在讲授之前 每一章的部分我们首先 就是为了建立这个问题意识 以及了解本章要讲授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讲授的时候 首先讲这个书目和问题 首先讲授书目和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这个序论 我们讲一下序论 我们讲了我们这个书的它主要教材的特点 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着有自己的内在传统 已经描述这个传统的在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演变分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首先讲一讲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既然它是有传统的 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来的 它是如何形成的 它和西方马克思的西方哲学有什么关系 它自身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我们虚论里面呢 着重要讲的这样一个内容 要讲的内容 那么讲授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这个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第一本呢是黑格尔的哲学史 讲远路的第一卷的导论 这个导论呢 是黑格尔对他的这个哲学史 我们说哲学史这门学科啊 是黑格尔创立的 是黑格尔创立的 那么黑格尔在他的这样一个导演部分呢 对这个哲学史这门学科啊 做了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个论述 这门学科究竟什么是哲学史 哲学史这门学科啊 是如何研究的 那么我们学习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史的教材啊 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以说是基础的 我们要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虽然有它的特殊性 虽然有它的特殊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既然它是一部哲学史 那么它首先要遵守哲学史的叙述规范 就是说你不能脱离了这个哲学史 如果你没有哲学史的这样一个叙述规范的话 你就不能称其为哲学史 也不能称之为哲学史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你要讲尽管它有个性 但是呢你首先必须遵守这个哲学史的这样一个规范 那么要了解哲学史的规范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学习和叙述这样一个 我们如何把它叙出来的 应该怎么样去叙述 怎么去符合它的规范 那么如何去讲它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史的 这样一个基本思想 建立这么学科的思想 所以我们呢就在这儿开的第一个书目呢 就要学一学黑格尔的哲学史 讲演录第一卷的导言 也就是对这门学科啊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基本的了解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哲学史的著作啊 是不能等同于原著导读的 它不是原著导读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著作呢 是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的上卷的序论 那么这一部书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它也是发展的 它也是发展的 那么这个发展当中 就是说对先前的哲学 对黑格尔哲学这门创立学科啊 做了一个很重大发展的 可以说是文德尔班 文德尔班 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的上卷的序论里面 他首先呢肯定了黑格尔创立哲学史 这门学科的攻击 他认为啊 这个他是完全能成立的 但是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史的研究规范又是有问题的 就是他强调什么 是以这个逻辑辩证法的逻辑演变 看着是逻辑演变 他是这样一个看到是逻辑演变的 就没有看到不同传统而把其他的传统 比方说把一些这个其他的哲学 比方说东方哲学 他就当来一个外在的东西都把它拴除掉了 还有比方说一些文化形式 像宗教这样的文化形式 以及像神话这样的形式 他把它都当作非哲学的东西啊 从哲学里面拴除去了 其实呢 他认为在哲学史上啊 正是这种不同 就说哲学和不同文化形式的结合 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传统 比方说这个中世纪 那么中世纪呢 他的这个宗教哲学可以说是很发达的 那么这就强调了什么 宗教对于这个 宗教的发展 对于哲学发展的这样一个意义 他就呈现出这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变化 而在黑格尔呢 中世纪可以说是哲学的黑暗时代 因为他缺乏这个科学的和逻辑的演义 所以他认为啊 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他创与的这样一个哲学史科学呢 他是有这个有攻击的 但是他的哲学史范式呢 是不可取的 所以他在哲学史教程里面呢 以途以文化哲学建立一个新的范式 而且他的这个哲学呢 也是按照文化哲学的范式 把整个西方哲学啊 把它分为两种 两个传统 一个是科学传统 一个是人文传统 通过这个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 描述这个哲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从古希腊时期 然后到中世纪 然后到现代 近代哲学 到现代哲学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样呢 他就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时代 就是把时代概念呢 引入了这样一个哲学史 所以如果我们把文德尔班的这个哲学史教程的续论和黑格尔的哲学史 这个哲学史讲演录的第一卷的导言作为一个对照性的阅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哲学史这枚学科究竟是什么样的 即使它的变革也是有规范的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而且它是如何发生变革的 以及如何变革 就有了一个清醒的了解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部 这个进一部阅读的书目 那么第三部呢 就是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的第一卷的 第一二四版续言和导言 四版续言和导言 那么这个续言和导言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作了一个叙述 因为它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史 它虽然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史 在我们理解 那么马克思主义史 那就应该是包括哲学 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好像是所有的史都集中在一起 但是它的叙述就认为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 最主要的还是应该叙述它的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它讲的是哲学 讲的是哲学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灵魂 就是说各个它的其他的分子学科 实际上都是应该以这个哲学 为主线来叙述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里面读这个书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的叙述 谈到了怎么样叙述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史的问题 以及它的思想史的问题 这是我们读这三部书啊 这样呢就从一般的哲学史的这样一般哲学史的规范 到哲学史的变革 以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究竟应该怎么叙述的问题 这是我们呢 学习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呢 首先要了解的这样一个 阅读的这样一个书目啊 首先要这个理解的问题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看一看思考题 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思考题呢是包括四个 那么第一个思考题呢 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意义 就是我们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种传统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传统 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作是一种哲学传统 就是它是相当于其他哲学而言的 一种比方说相对于这个西方哲学 那么在中国相对于乳学 就是它相对于其他哲学传统 它的这个哲学传统 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 我们讲了任何一种哲学传统 它都有它的核心范畴和核心概念 那么这个核心范畴和核心概念呢 是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的 所以也就是说形成它的内在逻辑 那么这个内在逻辑呢 主要的在马克思哲学当中呢 它是实践和辩证法 实践和辩证法 那么我们就出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说实践和辩证法 何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 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辩证法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作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而还是说把它看作是由马克思恩和斯 一定建立就一成不变的模式 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 如果说你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和辩证法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看作是一个不断的创造过程 是由马克思恩和斯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同创造的 那么你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一部历史 有一部历史 这个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仅仅说马克思恩和斯的这样一个 创立的这个实践和辩证法 一经创立就被以后的这个思想家 只能运用而不能在这个发展 在理论上发展 那么你表那是什么 那是在表面上在叙述哲学史 实际上你是否定了马克思有自己的传统 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史 所以这实际上涉及到什么 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也就涉及到你成不承认马克思主义 有自己的哲学史 有自己的哲学史 以及这个哲学史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形成的 这第二个问题的思考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产生于西方 所以它首先和西方哲学之间 有一个相同和不相同的问题 有一个相同和不相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议统 这也是我们讲授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呢 也是值得思考的 最后呢 就是第四个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呢 就是说 主要是讲这个 一个是它内部的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是和外部 就是和它其他的传统之间的特点 那么我们这样理解的 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这门学科的特点 就是它和其他的哲学史有什么不同 这样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四个方面 就通过这四个 实际上这四个问题 就构成了我们训论所要了解 也是说 所要讲授的这样一个内容 所要讲授的内容 这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思考题 也 感谢观看